歡迎來到大熊的開箱時間 今天要開的呢其實是上一次去台北漫博展的時候買回來的戰利品 自來野以及聖品 那為什麼這邊會放鬼燈以及黏土娃呢 因為今天要來改造一下他們兩個 然後這兩個呢就是他們的改造品啦 那我們先把他們放在旁邊休息一下啦 我們先來開這隻自來野的黏土人吧 這隻呢當初在台灣的預購價比較貴 因為他沒有帶台灣他有動畫版權 所以有時候有些動畫版權的商品呢 就沒辦法代理進來台灣 所以就會定價相對就會比較高 而我這次去到漫博展的時候 就是看到這隻的定價還蠻 親和力還蠻夠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他配件比起現在某一些黏土人來說 真的還蠻多的召喚殘除 超可愛的這個 這個底座超棒的超大一個 然後我們看一下本體 這個就是自來野的本體啦 這隻他編號是886 應該已經是新的頭了吧 我們來猜猜看 欸新的欸 舊款的頭呢 他是這個 脖子是連在這塊上面 是完全不可以拆的 那新款的頭呢 因為他是這樣子 就是後面的黏土人系列的頭 都是出這一塊 然後看安全要換臉 這個設計比較好 因為早期的黏土人那個換臉的設計 嗯... 常常會出問題耶 耶 這一張喜感十足的臉 裝好了 呵呵 這張臉真的超可愛的 這張臉呢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後整個上色呢 跟造型上的都非常好 而且這一隻居然不是傳統黏土人 而是可以動的手部關節的黏土人 不過他的腳呢就很可惜了 因為他腳不能動 所以他就附上了幾個腳在上面 喔 啊這個 這可以直接插在背後耶 把他卷軸插上去 超可愛的 這隻好Cute喔 你們看 捲軸 而且捲軸這裡還很貼心做了一個支架在插的底部 これでいい喔 呵呵 哇 這個 只能觸動腳架了 這個 沒辦法 這完全需要腳架採在這隻青蛙上面 把這隻鏟除上面 好可惜喔 他沒有做那種可以固定或是之類的 指示 他只能用腳架 可是呢 我的傳統就是 我不太喜歡用腳架 那我們就放棄腳架吧 那這一隻呢 他主要的另外一個配件呢 是 我想要拿來裝在其他黏土人身上的配件 這個配件呢 就是這個煙斗啦 我超想要這個煙斗的 因為呢 當初鬼登 這個角色呢 他其實有一個 蠻喜歡 我不知道他是二創還是 還是原畫師做的 他有哪隻煙斗的畫面 然後 他的黏土人裡面呢 是沒有配上煙斗這個 東西的 所以我就想說買這個呢 回來把煙斗的裝在那個 鬼登身上 其他的呢 可能就沒有什麼太太厲害的東西 沒關係 這個呢我們之後 等我這部影片的尾聲呢 再用旋轉台來給大家看 他的精彩知識 接下來的呢 就跟這一隻有關係啦 就是聖品 這個東西價格有點高 因為是黏土人的 好像幾百塊 忘記了 來穿這一件聖品吧 這件聖品是怎麼穿呢 他是這樣勾上去的 這裡有一個小鐵勾這樣 勾上去的 也太方便了吧 先把頭拔掉 穿衣服之前把頭拔掉 比較安全 把它給勾上 就完成了 穿啊 我還把兩隻腳穿在同一個褲館 然後呢 我們呢 就不要這顆頭了 沒有錯 就是為了鬼登啊 好啊 我慢慢的在收藏鬼登的衣服 因為我希望可以 把鬼登呢 越來越像他本人的衣裝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鬼登的人測 這一部作品 那鬼登呢 真的是我很喜歡的角色 然後再把自來野的菸島搶過來 可惜呢 但這件衣服呢 嗯 給鬼登穿還是有點差別 所以 之後可能還要再收集一些 更像他本人的衣服回來給他穿 就是這個地方呢 就有點可惜 真的是整體感來說 黏土娃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玩的系列 因為黏土人呢 他一直以來都是出這種 小小的比例 然後不能夠穿衣服 然後就是 主要是換頭 然後或者是換手 換身體 各個黏土人各自就是換來換去這樣 可是他出了黏土娃以後呢 更多更更增加了一些他的可玩性 就是 頭可以就是跟黏土人互換啊 然後衣服也可以換來換去啊 喔喔 頭很重 不行耶 衝不上去這個 如果是這個可能就會比較合理一點 看 這樣衝上去就 莫名的很合理 主要呢 今天黏土人跟黏土娃系列呢 就到這邊 會用旋轉台拍自來野的動作 然後以及我 新的這個 配來配去的鬼燈 那就繼續觀賞我黏土娃的影片喔 喔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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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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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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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我旋轉台的展示影片以后 是不是跟我一樣覺得黏土人 以及黏土娃系列超級有趣呢 這個臉是鬼燈的臉 我把浩瑟仙人的臉給換掉了 真的是超有趣超好玩的 那其實我有一個東西啊 忘記開箱了 它就是呢 它是火影名人的 厚公之術 它也是在浩瑟仙人的盒子裡面送的 那這個我覺得不是很適用 因為我用不到這個東西 不過真的是感覺到誠意滿滿 因為它的這隻殘除召喚 然後以及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各種配件圖 我覺得已經夠誠意了 而且它這個煙斗的造型真的很漂亮 而且上色也很棒喔 黏土人系列通常都不會讓人很失望 因為只要是官方放出來的圖在預購的時候 官方放出來的圖片呢 基本上送來的東西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喜歡大雄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啊 那如果有什麼想跟大雄說的 或是有什麼黏土人的新資訊 想要跟大雄分享 或是想要詢問的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一定會回應你的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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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